诗文天地 春夜洗雨 爷爷 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呀 这不是汗 是雨 外面正在下雨呢 真的在下雨啊 好奇怪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听到啊 有时候春雨就是这样 随风前入夜 润雾细无声 爷爷 这是什么意思啊 那你们还是自己去问问杜甫吧 波瓜龙 看 你好 请问 你们没事吧 没事 谢谢你 请问 你知道杜甫在哪儿吗 在下正是杜甫 杜甫 唐代诗人 太好了 我们找到杜甫了 爷爷 你怎么挖这么多坑啊 你实在行宝吗 我啊 是想趁着春天 万物生长的时候 种些花苗 树苞 给它们浇水 施肥 等过些日子 这草堂就变成有花有树 有瓜有菜了 哇 我们来帮你一起种吧 嗯 好 好 谢谢你们 现在该浇水了 没水了 看来得去江边打水了 啊 那么远 今天太累了 明天再浇吧 要是能下场春雨就好了 对啊 要是下场雨 就不用打水了 明天再打水也不迟 先进来吃饭休息吧 嗯 啊 起风了 我的小幼苗 下雨了 太及时了 好雨 是 好雨啊 下雨了 快点去接雨 这样明天就不用去打水了 不用接雨了 小幼苗们自己会喝饱水的 你们看 啊 嗯 好像是 啊 嗯 好像是 哈哈哈哈 我要为这场豪雨做一首诗 嗯 豪雨之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 润雾喜无声 好雨之时节 当春乃发生 哈哈 雨水知道春天来了 我们需要它 就及时赶来了 嗯 嗯 真是一场豪雨呢 嗯 哎 那是什么呀 嗯 那是江上渔船的灯火 看这么厚的云 今晚的雨啊 肯定能悄悄的滋润全程 明早花开满城 一定很美 哦 真的吗 杜甫 反正明天不用浇水了 咱们一起出去看花吧 嗯 哈哈哈哈 好 太棒了 好雨之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 润雾喜无声 诗文小脚强 小朋友 今天我们学了一首 和雨有关的事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春夜喜雨 唐 杜甫 好雨之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 润雾细无声 好雨之时节 当春乃发生 意思是 一场好雨 好像知道顺应时节 在春天到来 随风潜入夜 润雾细无声 意思是 雨随着春风 在夜里悄悄落下 悄无声息地滋润着万物 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 植物只有喝饱雨水 才能生长呢 诗人正在盼望着一场春雨 雨 雨就及时地来了 这让她十分惊喜 小朋友 你喜欢这首诗吗 快去和爸爸妈妈分享一下吧 听闻儿歌 水到沙灯啊 青梳 3 6 6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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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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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雨之世界当春奈发生 随风潜入夜人无息无声 好雨之世界当春奈发生 随风潜入夜人无息无声 好雨之世界 当春奈发生 随风潜入夜人无息无声 春天的夜里下起了小雨 踏刺人大地让我好欢喜 春天的夜里下起了小雨 踏刺人大地让我好欢喜 好雨之世界当春奈发生 随风潜入夜人无息无声 好雨之世界当春奈发生 随风潜入夜人无息无声